你不认识 我想让财继承他大白的事业 这可是咱国家五代人 两百年的大业 不能没有人继承 其实也没啥 就是祖上那秘方啊 我想让你交给财 以后保享学 就跟着他哥学好了 反正不管咋地 咱国家这祖传的捏骨大业 不能垮了 我就这样想的 嫂子 如果不对 您多担待 二哥 说过你要秘方 给俺家一把 大嫂 义川听话 你别生气 俺那把给你 闭嘴 傻子 你傻子 俺不要了 义川 义川 坐下 你傻子 义方兄弟 咱国家 有你这么个关心祖宗大业的人 咱国家的捏骨医道 失传不了 你大哥走了 秘方没丢 国家的捏骨医道不会丢的 可是 这除了财 那谁能接这个班啊 你大嫂 你 我 可是这国家传了二百年的规矩 是传男不传女啊 咋讲 这不明白吗 就是传儿子不传闺女啊 为啥你知道吗 为啥 这不明摆着吗 传儿子那是传给了国家 传女儿呢 那是传给了二家旁人 那我想问你 你大哥把这手艺传给我 是传给了二家旁人 可 可是你是个女的呀 老祖宗还没有糊涂到家呢 没有把媳妇跟闺女画到一边 你 你是媳妇 你不是闺女 可 可你会看病吗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回去跟财说 他要是想学呢 明儿一早过来 要不想学 跟着你种地 也是个正经营生 二位 还有事吗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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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啊 你陪二位叔叔聊会儿 好 我坐堂去了 我 二叔 咱爷俩下边起吧 下边起吧 二叔 别走啊 大嫂是男的 她是女的 芸芸先生 俺手上这嘎嘎呀 都长了二十多年了 年轻的时候俺家脉布 那时候天天仿线 俺这是累出来的 我寻思着 不仿线了 她就会好了 谁知道 她越长越大 你看 现在干啥她都碍事了 老人家 您看看您这疙瘩 俺这疙瘩上哪儿去了 俺这疙瘩咋没了 您可真是神仙一把抓呀 要知道这么神 俺早就来了 早年间慈禧太后 长得就是您这疙瘩 俺这是贱人得伤贵病了 知道这么神啊 俺早就来了 俺这疙瘩上哪儿去了 老人家还得吃几副药啊 行行行 你叫俺吃啥 你就吃啥 得坚持吃啊 有啥毛病再来啊 谢谢您了啊 云先生 我走了啊 谁啊 咋的了 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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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凤跑着玩摔了一跤 您给看看 入手薄手了 来进屋吧 咋样 不如人家对手了吧 服了吧 叫我说呀 那秘方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咱不要了不跟他争了 争啥呀争 闭上你那臭嘴 我不闭 自打才学捏骨 有一天好日子过没有 现实让日本鬼子吊起来打 一气都不敢磕 再后来被抓到大牢里 他才二十四岁 差点要了孩子的命啊 真是你长天秘方秘方的 这当爹的多了 就没见过你这么当爹的 这么自私 我自私啊 我这不是为了他而好吗 这是他一辈子的事 咱们能陪他几天呐 我是想啊 他云大妮 就真的能给人看病了 这如果跟先生睡了几天 就能给人看病了 那这天下的女先生 还不多了去了 这话我倒是爱听 他 他一个女人家会看什么病啊 不过是跟着郭夷山 互夹互卫 装装样子 捏骨的 来了个大男人 摔断腰了 他摸不摸人家的腰啊 再比方说 来了个大男人 摔断大腿根子了 他捏不捏人家的大腿啊 别说他不会 就是会 他也不敢看 休都休死了 还看病 这也是啊 这女人当先生 给人家看病是不太方便 哎 他爹 这个女人不是怪有本事吗 咱就想个法子 摆制摆制她 别让咱老过得不如意呀 你能有沙发摆制人家 哼 我要是说出来 你保准高兴 你说 咱找个大男人 就说大腿根子摔坏了 拉过去 让他云和明看 看他怎么下手 去摸 去捏 我没听明白 再说一遍 哎呀 咱找个大男人 就说大腿根子摔坏了 嗯嗯 拉过去 让他云和明看 看他怎么下手 去摸 去捏 我看这主意不错 你以前的主意 从来没上得了桌面 我跟这次行 哎呀 跟什么人学上人吗 跟着夫婆下假神 跟你这么多年了 咱也得学几个怪招吧 哟 来劲了 走走走 进屋请屋 好 好 大嫂 您可千万别生气 是一帮各让来的 不来也不好 你说你这兄弟 能敢得罪他吗 大嫂 您放心 您跟大哥这么多年来 疼您这傻兄弟 弟妹我虽然不是聪明人 可这心里都明白 您二叔在的时候啊 就说过好多遍 说一川小的时候 发高烧 烧得都快不行了 那时候俺大败啊 正在外地给人家看病 一听到消息啊 就没日没夜地往家赶哪 回来一看 笑全都都懦了 人家都说 不行了 不行了 可是大败舍不得 硬是一针一针救了过来 虽说现在一川啊 落下个犯糊涂的毛病 可也总算捡回一条命啊 他来说说 也有他的道理 你大哥走得突然 宝又小 他是怕 断了咱郭家的衣脉呀 我也想好了 往后啊 这些孩子 谁想学我都教 小处说呢 是学门手艺 大处奖啊 也是光大咱郭家的祖业 行吧 行 大嫂 那我就先回去了 一川啊 一川啊 走了 回家了 一川 在这儿一栽一栽的 多丢人哪 乖 我刚才做了个梦 你梦见啥了 大嫂 我梦见大哥 给了我一包果子 一川是想吃果子了是吧 一会儿拿去 那你吃到果子了吗 没有 我刚拆开 你就把我叫醒了 都怪你 好 怪我 怪我 行了 跟媳妇回家睡觉去吧 明儿让他们给你送果子去 大嫂 我们先走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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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背我走 行了 还背你走呢 走了 大嫂 走了 走了 走 再见 大嫂 八蛋 要了 来了 来 来 来 梁老爷 请慢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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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十个钱 你先拿着 事成以后 我再给你一块大洋 再添点 多大点事 让你装回病去看看 还用车推着 别不知足了 行 谁让我是大嫂妹妹婆家的侄子呢 来 来 来 看 看 简直像郭家家这游戏 是啊 玩回郭家家还有钱呢 上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去 吃菜 吃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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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先生 爹 您的好朋友来看您了 马先生 请坐吧 去 云先生 这几天 我在忙 宏元发誓的 一体安葬 日本人偷降以后 发誓的一体 被扣了一年 才得以回到室舵 实在遗憾 我怎么没听说 郭先生逝世的消息呢 一山走得太突然了 他今年才五十岁 谁也没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全家都傻了 对不起 让你伤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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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马先生 去倒杯热茶来 哎 云先生 郭先生在的时候 我提起郭 今天 他不在了 我仍然想提醒你 可否考虑到欧洲 开办医院 依先生的医道 不仅能创造财富 而且 能使中国 神奇的医学 在欧洲发扬 广大 这对自己 对国家 都有很大的好处 我们可以合作 我开发市场 您主持义务 甚至 我们还可以开办一所大学 这大学可以叫 中国顾客大学 或者 叫中国中医药大学 您可以当校长 当教授 可以将一些 古老的 中国的 神秘的 艺术 云先生 我可以当您的主手 为您 安前马后 效力操劳 云先生 以您的聪明和悟性 您一定明白 多年来 马力气 是敬仰你 爱慕你 甚至可以说 是崇拜你 云先生 我想请你 再考虑考虑 谢谢您 谢谢您 马先生 您是一山的朋友 也是贺明的朋友 多年来 我们一直把您当最好的朋友看待 您的提议很好 也很中肯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要到欧洲去办医院 对 一山的遗谷 埋在这片土地上 说实话 我也为自己看好了学位 就埋在他的旁边 我们能有您这样好的一国朋友 是我们的福分 谢谢了 马先生 请喝水 请 娘 娘 外面有病人 好 你跟他说我一会儿就来 嗯 对不起 马先生 我得去看病了 季远 你陪先生好好说说话 好 不 云先生 您忘了 我曾经也是外科医生 我喜欢看医生给病人治疗 好吧 请 慢点疼 他们在熬药呢 您先生 您先生 哎 慢点啊 这是咋的了 哎呦 疼死我了 快快进屋去吧 哎 宝儿 快扶着 你那好些没有啊 好多了 坐这吧 咋的了这是 疼啊 哎呦 慢点慢点 疼 疼啊 哎呦 哎呦 你是大夫 我什么病 你咋问我呀 疼得厉害 把裤子解开 哎呦 哎呦 不是那把裤腿解开 哎呦 哎呦 慢点慢点慢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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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疼啊 哎呦 哎呦 你识大夫 你咋老问我呀 先生也不能啥都知道啊 哎呦 哎呦 那病在你身上 问你哪疼 你不说 问你咋摔的 你也不说 哎呦 那先生看病望闻问切 那问最重要了 我问你啥你都不说 叫先生咋看哪 哎呦 下一个 哎呦 咋了不给我看了 哎呦 你咋的啊 再给看看吧 不要交了 不是我说 咱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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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给我开病啊 来拿 好嘞 乖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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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吗 好好好 好嘞 好 回去吧啊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云先生 不谢不谢 谢谢您了 不要紧不要紧的 来 把这个换给先生 慢点慢点 好好好 云先生谢谢您了 云先生这样就好了吗 这样就好了 小孩学走路 很容易脱臼的 一脱就好了 没事 云先生 你快给我看吧 我大腿骨折了 我疼得厉害 咋摔的 我从大车上往下跳 跳空了 这腿就摔折了 哎呦呦 疼死我了 躺下吧 来 躺下 没法躺 没法躺 没法躺啊 疼啊 那你咋来的 我推车把它推来的 哎呦 你能坐车不能躺下呀 躺下 先生说您能躺下 您就能躺下 慢点慢点 躺下 躺下 把那裤头解开 慢点 好嘞 慢点 行 还没碰着呢 来 慢点慢点 你别起来 你躺着 别动 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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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疼啊 她的 她的 没碰着呢 行了 起来吧 起来吧 来来来 起来起来 来来起来吧 瑞先生 来起来起来 没事也没骨折 没事 你怎么知道 慢点慢点 她两条腿一般长 一点事都没有 怎么没折啊 折了 你怎么知道骨头折了 疼得厉害嘛 宝啊 把这屏风拉上 看她腿上有没有长东西 来 你给我搭把手 好嘞 你躺下吧 我疼啊 我给你检查检查 你躺下把裤子脱了 我看看啊 躺床上 我给你检查检查啊 什么 哎 慢慢慢慢慢 来把裤子脱了 什么 不不不 干嘛 你不脱裤子我怎么检查 去去去去 你一份 你真怎么这样 快点脱了 快脱 你这 这 我 还有不让检查的 我 娘 她那腿上带子给勒肿的 别直上 她勒肯定有她勒的道理 我问问她 宝儿把屏风收起来 这位兄弟啊 你为啥把腿勒成这样 有难事儿了 我 我是跟人打赌来着 打赌 打啥赌啊 是赌我云鹤鸣 看不看得出来 那不是 女医先生 您 我 我是 是 来 把裤子撩开 我再看看 你这个毒打得可真不值啊 这腿勒了一天多了吧 是啊 一天一夜了 我咋看你那么眼熟呢 你哪儿人 黄蛙的 黄蛙 那儿有一个打摇的黄倦头老先生 你认识吗 那是我爹 那老先生可是好人哪 一生后当 老人家还在吗 去年刚去世 到老人家一直念叨你们过家呢 十六年前 让姚给砸着的 是你家啥人 那是我爹 我二哥 还有我表弟 哎呀 云先生您别说了 别问了 云先生 我跟您说实话了吧 我 我 我黄六都没脸说 这都是你们家老二郭一芳 托我来试你的本事的 他说云先生你不会看病 跟着郭先生 胡假胡威 装样子的 这不 就使得这么个苦肉鸡 给你多少钱 扫死人了 那不说了 钱可以不说 这腿咋能不说呢 兄弟啊 不是我吓唬你啊 你这腿 事可大了 是吗 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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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吗 您可得救我啊 你看你 好好的腿 你勒了一天一夜肿成这样 要光肿也就算了 可你那腿啊 越来越肿 你要不是腿有毛病 他能肿成这个样子啊 我这不是吓唬你啊 你的腿弄不好得锯 云先生 这可咋办的啊 我这家里还有四个孩子呢 云先生 我为啥要一个郭一芳这个苦差事啊 他说给我两次钱呢 说先给我十个钱 事后再给我一块大洋 是吗 黄先生 这么两个钱 就买了一条腿 你这个商业派大了 云先生 云先生 你给他救我啊 看在我爹的面子上 你快救救我 千万别去我的腿啊 云先生 起来 起来吧 起来吧 求您了 黄老先生 还是有你二哥 你表弟 在这儿吃住将近一个月 我咋没见过你呢 我来我一回 云先生 我见过您哪 黄六 你呀 赶紧上洛阳城的大医院去看看 因为啥呢 你是受人之托来试我的 我要是给你治不好吧 落下个埋怨不说 是小事 那把你这腿给耽误了是大事啊 你一刻都别停 赶紧上大医院看看去 云先生 您可千万别 我知道您是好人 好先生 我们家几辈子都受过您郭家的恩情 就是把我这条腿拒匀了 我也不会怨您的 先生 真的不怨我 真的不怨 要不行 先生 我给你立个字举 行不行 字举管啥用啊 只要你信得过我 那我就给你治吧 谢谢先生 谢谢先生 黄先生 立个字举还是有用的 在我们欧洲任何一个收属 哪怕再小的收属 也要一个合同数 要是万一有什么问题 对 我也认为 应该立个字举 到时候他再耍赖 咱说不清楚 不会 不会的 不会 永一先生 如果我再有心陷害先生 就让老天爷打雷披露我 先生 求求我 赶紧给黄六治病吧 治腿要紧 来 抬起来 谢谢先生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抬起来 把腿抬起来 大缝儿 大缝儿 你 你怎么又怀孕了 这事也要你管啊 你帮黎九做条裤子吧 你让他自己来找我吧 咋样 你把郭一方的老底 都输给云先生了 他正生气呢 他说他没钱 混蛋 他只是叫我试试 云先生会不会看病 并没有说我 可不可以告诉云先生 我试过了 人家云先生不仅会看病 而且看得出极得好 他不给钱 那我那腿不掰来了 你怎么办 郭一方 别昧着良心 你看咱俩谁厉害得过谁 黄六 你甭管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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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六 你腿咋样了 好多了 这洗的时间太短了 洗一次得一个钟头呢 你快回屋接着洗去 行 我出去截个手 截手 那你快点回来啊 这个黄六 真是个孙子 这云和明吓唬吓唬他 他就把长子堵子全倒出来了 就这点本事还想要钱啊 我真是瞎了眼了 我找上他啊 他说归他说 咱死活不认账 真是的 哪有他兄弟拿钱雇人 是他嫂子本事的呢 咱不认账 真是的 不是认不认账的问题 这黄六他是个无赖啊 他 他要钱 没有 看他咋着 真是的 这个无赖 你不给他钱 他 他还想打人不成啊 钱在咱手里 你要是给了他钱啊 那不就等于认账了吗 还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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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一会 你个杂打老药 给我出来 过一会 给我出来 干什么你黄六 黄六 你让我进去 干什么呀 干什么 干什么 爹 黄六 你们俩这是干啥的嘛 放这 好好好 出去出去 爹 你出去啊 走 黄六啊 好你个闺法 你个杂毛老幽 你为啥不给我钱 我的腿都累肿了 我没让你说的做 黄六啊 来 坐下说 坐下说 来来来来 我不坐 我不跟道人坐在一块 我怕沾得不干净 你在饭馆请我吃饭的时候 你咋说的 你说给我十个钱 那事成之后 再给我一块大羊 是这么说的吧 你还说 云先生啥都不会 是胡家虎威 装样子呢 我吃过了 勒乳了腿吃过了 你为啥不够钱啊 黄六 你纯粹是个无赖 你真是个无赖 才有 来来来 娘 你无赖给我打出去 走 出去 你们住手 住手啊 住手 爹 你们俩出去 爹 爹 出去啊 那好爹 我们就在外面 走 有 去 黄六啊 啥了啥 你刚才说我是无赖 按辈份 我还得管你叫声仪呢 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要是再这么耍无赖 我非给你弄出人命来 你信不信 我现在这脸拉不下来 你试试 黄六 黄六 你出去 我单独跟黄六说说啊 娘 娘 怎么样 看啥看啊 去去去 一个无赖有啥多看 走吧走吧 你说谁无赖的 说谁的 别看了别看了 我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黄六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坐坐坐坐 坐 我不坐 我不坐你的板蛋 我不会再上你的大 过一方 给我钱 还我这回家 来来 来 黄六 来来来来 坐坐坐 去去去去 黄六啊 这钱啊 我可以给你 可是你也不能把咱俩商量的事 给云和明和盘托出啊 和盘托出 哼 郭义峰 我上你的当了 为你两块大羊 我造这么大的罪不说 我这腿还要锯了呢 为了帮你落到这堵天地 你小的还想耍赖啊 郭义峰 你丧妻天良你不是人 行行行 老天爷都得打个屁了你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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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钱啊我可以给你 你拿着这钱你走 以后永远别来找我 啥 我别来找你 呸 你想得可倒霉 我这腿 要是锯了 我这辈子就吃住在你们家了 你得养过我 黄六 你这 人儿子 闺女我都不靠 我就靠你了 黄六啊 黄六 我告诉你啊 那是吓唬你呢 你瞧瞧你 你去蒙人家 人家能不生气吗 那生气了 就吓唬你要锯你的腿 你无耻伴的男子汉 那好莱话咋听不明白呢 我是好莱话听不明白 我要是听明白了 我能听你的话呀 你也不用跟我说这些 贵方 把该给我的钱给我 这钱我装你口袋里了 在你口袋里你摸摸呀 一块大羊就把我打发了 没门 我这腿要是锯的 我就吃住在你们家 再给我十块大羊 我得看腿 你说什么 十块大羊 你 你给我出去 我不出去 你出不出去 你不给我钱我就不出去 你 你出去吧你 贵方 你敢打人 我就打你了 老少爷们 你都回去吧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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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是打人 贵方打人 是啊 郭英王打人 他说云贤 是胡家无为 装样子的 郭英王打人 老少爷们 这大家都别看了 这就是一无赖 这就是一无赖啊 你才无赖的 老少爷们 你看 郭英王打人 这就是一个无赖啊 你看 郭英 你才要大儿子 你才能起来你啊 快起来 你别在这儿守不来 我告诉你 郭英王 老子搞得打 我你啊 你去看你 你来杀我呀 你干什么呀 你来杀我呀 你去你老外 你守不来 郭英 你把我打人 你看了没 郭英王 我都不死你 郭英王 让你不来 你不能 快这 郭英王 你别来这儿 郭英王 有啊 郭英王 你们看哪 郭英王 你放下 别打了 别打我啊 你 你把黄六叫唤来 快去 别打我 你是出不上的 不止人 别打我 郭英王 你脱着点啊 你让你儿子 还杀我了 别打我 好好好 你都打我了 走 你不能了解你 不能了解你 你干什么都了 走啊 哥 快走 他爹啊 你说怎么办 快走 我给他拼了 我去大哥家 把大嫂请过来 找大嫂 你去啊 你去我去 你有本事 你就在这待着你 你不杀我 你就不是你娘养的 你来杀我啊 他让我欺负云先生去 都是他 都是他惹他 他让我干的 我不干了 哎呦 谢谢 谢谢 谢谢云先生 好了 好了 谢谢云先生 不客气 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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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了 你快去吧 咋的了这是 你说这些个臭男人啊 整天都不知道忙些啥事 这不找了个乌赖到家里 非说一方咋样咋样了 想咋样咋样您了 这不都是没影的事吗 大嫂 你看 败坏咱老郭家的名声不说 还在这儿 装神弄果熏死觅活的 那阴芳兄弟呢 他啥时候管过事了 说起来 长个尾巴算个男人 其实啊 还没有女人有本事呢 大嫂 您快去吧 你和我哪儿行啊 不去不去 大嫂 不是我奉承您是 打鬼的钟魁 降妖的天师 反正 黄六这个无赖 您准能制住他 他不是 你妹妹的那个 婆的侄子吗 不就是因为这点 拐弯磨脚的 亲戚给粘上了吗 要不是这 我认识他王八糕子 是从哪个腰子里 爬出来的 我认回药具了 我在他们家里 大嫂 您快起来吧 求求您了啊 大嫂 来 我没办法 来 我们一样 好几口人啊 都只是我呢 我这腿废了 大嫂 来来来来 他规方还打我 好 你打 黄六 你打呀 黄六 我也不想过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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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起来 你这样撒泼打滚的干啥呢 无耻高的汉子 有没有脸面啊 快起来 起来 来来来 袁先生 郭一芳他们两口子 不是好人 这 这 不是我挑拨你 虽然说你们是亲戚 可我还得提醒你 可得防着他们啊 炸着他们有三个儿子 一声都想欺负人 我不闹着他们 不知道马文有几个眼 行了 你要再瞎说的话 这腿我不给你治了啊 袁先生 我 鬼吧 咱瞅话说前头 我这条腿要真拒了 我非在你们家吹背不可 不会的 没事的 走 走 走吧 袁先生 我该走了啊 走 大伙都回吧 散了吧 回去吧 快回吧 有什么好看的 回去吧 歇会吧 大嫂 酒喝杯茶吧 我自己家人 别那么客气 一方兄弟啊 我自己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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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我自己家人 我自己家人 你别这么说 铃做 我自己家人 要自己家人 去做 你对不起 我自己家人 以后 不管他谁赢了 住在一半 咱都有点保护不适 你就去 日本人王八蛋 胡子哥投了国军 我投了八路 我受不了那个罪 就先投奔了胡子哥 今天啊 咱哥仨聚在一块儿 这就是缘分 来 为咱兄弟的缘分 干杯 干一个 干一个 来来来 兄弟敬你呗 来 来 二能兄弟啊 咱都是生死之交 有啥也不能瞒你啊 不能瞒 告诉你啊 军统的原主人 是咱胡子哥老表 我跟胡子哥现在 都是原主人的兵 是是是 胡子哥 干脆 给原主人说说 让二能兄弟啊 跟咱一块儿干了 胡子哥 那就拜托你了 你愿意干 我也愿意干 来 喝一个 喝一个 包在我身上 谢谢 谢谢 放心 放心 表哥 鬼神死了 死了好啊 他死得直 像条汉子 是个站着撒尿的 我佩服他 表哥 你知道那次郭夷山 喝了多少酒吗 喝了好几坛子白酒啊 他为啥喝那么多酒啊 他高兴 没错 二能 高兴 谁不高兴啊 是 你表哥 这个样子弄得人不人鬼不鬼 家破人亡 不就是吴犬一郎给害的吗 二能 那个吴犬一郎怎么样啊 吴犬一郎 早就被击毙了 被毙了呀 他该死 二能 你还记得 在戏台子前 我是怎么给吴犬一郎看病的吗 记不太清楚了 吴犬一郎 我告诉你啊 我是这样 让他这样 这样 这样 你知道啥意思吗 啥意思 我是让他投降啊我 表哥 二能 那平乐阵 现在咋样了 平乐阵 现在 都让赵福斌给控制了 也不知道你嫂子和勇光 是死是活 我也回不了平乐阵 二能 表哥求求你 你能不能 回去帮表哥看看 大哥 这不是求不求的事 这问题是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嫂子是死是活呀 是啊 要是活着更好 要是死了 二能 我也好给你表嫂和勇望收尸 不是吗 行行行 表哥 这事包在我身上 我一定给你查一查 好 你别难过了 啊 好